凉拌苦橘花生米 是一道人人都爱吃的家常菜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妈妈的做法 保证一学就会 首先选择嫩一点的苦橘 去除根部洗净 控干水分后切成寸段 然后调一个关键的汁 盘中放入蒜末 白糖 盐 味精 米醋 生抽酱油 蚝油 能吃辣的话最好放点辣根 再加入一勺辣椒油 搅拌均匀 凉菜就不像汤的关键就在这里 接着先放入花生米 挂上酱汁 最后放入苦橘 翻拌几下即可 注意拌苦橘的时候 不要用手抓 以免苦橘变粘 影响口感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的 凉拌苦橘花生米 保证好吃不发水不下汤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哦 关注博主 也许你需要的菜谱就在这里 感谢一路陪伴